穿著白色上演男子拔腿狂奔一路往前衝 后面有好几人紧追着他 双方在大街上召笑追逐 连过了好几个路口都没停 甚至当场亮出道谢挥舞商人 被害人的岳父目睹全程 着急地要把人找回来就怕倒在哪里没人发现 警方赶到现场立刻转开拘捕 并一一询问案发经过 事发在新北市巴黎中山路 九番起因居然是嫌犯为了替同学出气 周遭住户听说后都不敢相信 还为此要装监视器 二十二岁的灵性被害人 与二十一岁的曾姓妻子结婚后 两个人长一生活琐事起口角 妻子多次向国小同学菜姓嫌犯抱怨 同学气不过先是在IG上与灵性男子嗆响 没有想到网路传讯息还不够 居然把人约出来谈判 说是要弹劾劝劝不要再与妻子闹双途 实际上却暗藏刀谢 谈判破局后直接亮刀之砍 一岁的蔡姓嫌犯受不了同学 频频与丈夫起冲突 但为了帮忙出气 竟然迟到商人真的是太骨头 TVBS 黄建国 叶俊欣被说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